不是再怎麼吃 蜈蚣 蜈蚣會跟公雞打架嗎 欸 有紅飛紅的 我跟你講 公雞的蜈蚣大戰 蜈蚣級的天敵就是公雞 我知道 蜈蚣會被公雞著死 會 對啊 對不對 所以蜈蚣看到公雞 跑都來不及來 超人人家 對啊 對啊 不是死活的家 好啊 你不要講誰人還是蜈蚣 那蜈蚣 陳世文同學 當然是蝗蟲啊 沒有 因為我看 那個 就 突然一下 快 快 是你自己感覺了的 就只有 Nono跟我而已 所以你也知道蝗蟲 欸你說台語叫什麼 台語 超妹啊 超妹啊 對 這個是你們這樣 從小就知道 蝗蟲就是超妹啊 對啊 所以就是根據這個 里語說語 對對對 蝗蟲的台語 來 我打一聲蟋蟲 哈哈哈 什麼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西什麼 原來 西帥還有在西裡面呢 摔倒啊 你看 你好歹那個西 啊也對啦 因為是西帥 所以要從這邊 不能用水子邊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是什麼 正確答案 什麼樣就是蝗蟲蠟 你答對了嗎 請問機會 白痴造句法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白痴造句法吧 之前有人不知道喔 陳婕傑同學 你知道什麼叫白痴造句法嗎 我不是白痴所以我知道 好各位同學 白痴造句法呢就是把那個機會拆開 不要有機會的意義 完全讓它有一個相反的感覺 好不好 發揮自己的創意 白痴造句法開始 開始 時間到 告訴各位 可以喔 妳的答案 我的答案是 我家的母雞會生蛋 好 很好 很興奮 很興奮 可是 我要問一問在場的同學 跟在場的評審們 母雞的雞 跟雞肉的雞 不是同一個雞 這樣子 可不可以 不行 可以 不行 不行 你看 有人說可以 有人說不行 不行 你這種程度怎麼可以在我們班上 對 不行 你等一下沒有一個字寫對你怎麼辦 我 我退學 唉唷 這感覺完全無所謂 沒有啦 還有別題 還有別題 要對他對字的話 唉唷 厲害的很 好我們先看別人的答案怎麼樣 好 來 Nono同學 今天沒有點心吃 真的嗎 沒有點心 還沒那麼開心嗎 我的答案就是 坐飛機會雲擊 耶 飛機會 耶 太簡單不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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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